大家好 我是植碑大叔林一峰 在農曆年前 我幫大家準備了一套教材 叫南軍系列 特別來跟大家談蒸餘這件事情 因為羅曼德湖酒廠 目前是全蘇格蘭 蒸餘最複雜的一個酒廠 它不是幕後2.81蒸餘 那麼複雜的東西 而是整個酒廠 有4套不同的蒸餘器 總共加起來 可以蒸餘出11種不同的 New Mac原酒 我們今天就來好好研究它的蒸餘 羅曼德湖集團 總共有3家酒廠 一家叫Little Mill 這家酒廠在1994年已經倒了 所以目前已經成為 收藏家當中的收藏的一品 第二家是Grand Scotia 就是來自於坎培爾鎮 坎培爾鎮曾經是全蘇格蘭最重要的 威士忌產區之一 不過現在呢 殘存沒有多少家 而Grand Scotia 格蘭地就是其中的一家 第三家酒廠呢 就是羅曼德湖酒廠 Lawman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 靠近Glasgow全蘇格蘭的第一大工業大城 介於呢低地區跟高地區的交接處 那裡有全蘇格蘭最大的內陸湖 那內陸湖的名字就叫Lawman 羅曼德湖 湖中間有一個最大的島叫Inchmarine Inchmarine呢 它的蓋爾語叫青草之島 那個島呢 島上森林青草玉玉 所以呢就又稱為青草之島 然後湖裡面還有一個島叫Inchmont Inchmont在蓋爾語叫做霓梅之島 好所以可以想見那個島裡面充滿的霓梅 所以呢Lawman Inchmarine跟Inchmont 這三個名字呢 就是羅曼德湖所生產的 單一曼牙威士忌的三個命名 這三個命名呢 跟它實際的酒的氣味是同出一側 非常有意思的 這家被市場所低估的蒸餾廠 到底有多厲害呢 這家酒廠有自己的裝瓶廠 製銅廠 它同時擁有古類威士忌的蒸餾器 以及麥芽威士忌的蒸餾器 換言之 他們可以在酒廠裡面自己做Single Mall 也可以做Single Grain 同時酒廠也可以生產調和威士忌 因為把麥芽威士忌跟古類威士忌 放在一起就變成調和威士忌 這個酒廠呢 從頭到尾一條龍可以自己做 完整可以掌握控制它的品質的良好 更驚人的事情啊 就是我剛說的 它有四種不同的蒸餾器 而這蒸餾器 竟然可以在一家酒廠裡面做出11種不同的 New Make原酒 這才是這家酒廠最厲害的地方 在談蒸六之前 我們先說說羅曼德湖這家酒廠的發酵 一般蘇格蘭威士忌酒廠的發酵啊 大概是兩天 而羅曼德湖這家酒廠呢 發酵是四天的時間 他們把發酵時間拉長了 所以如果你在喝羅曼德湖酒廠的威士忌的時候 你喝到很多的熱帶水果的味道 像是百香果啦 芭樂啦 芒果啦 水蜜桃啦 梨子的氣味 沒有錯 這就是常發酵所造成的 羅曼德湖呢 有四款不同的蒸餾器 其中有兩款呢 是谷類的蒸餾器 兩款呢是麥芽的 我們先聊聊谷類的好了 谷類的它有分成兩種 第一種只用百分之百的麥芽作為原料 很好玩吧 一般的谷類威士忌是把不同的谷類作為原料混合去蒸餾素 谷類威士忌 跟蘇格蘭法規規定 如果你用百分之百麥芽 可是你不是用胡式蒸餾器 卻用連續式蒸餾器的時候 你就不能夠稱為麥芽威士忌呢 所以它的第一款原料是使用百分之百麥芽 可是呢 它卻用連續式蒸餾器 蒸餾出85度的酒精度 第二款呢 就跟一般的其他酒廠的谷類威士忌製作差不多了 它一樣是用連續式蒸餾器 蒸餾出酒精濃度 94.4的高酒精濃度 這兩款的谷類威士忌呢 它會做不同比例的混合 作為羅曼德胡集團調和威士忌的使用 如果你運氣好的話 你可以在市場上找到 我剛說的第一款的谷類威士忌 裡面用百分之百麥芽製作的 它也有單獨裝瓶 接著我們談羅曼德胡的另外兩種蒸餾器 第一種單式的蒸餾器 就跟外面一般的洋蔥型的胡適蒸餾器一樣 在羅曼德胡他們稱為 Swrongnet 天鵝井式的胡適蒸餾器 第二款呢 就是屬於羅曼德胡獨一無二的 它叫做Straightnet 直井式的 直井式的胡適蒸餾器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井子就是直直的 跟一般平滑的像天鵝井的 是不一樣的 這個直井式蒸餾器有多特別呢 它呢在這個直井當中 加裝了17層的銅製隔板 換言之呢 當在蒸餾的時候 九蒸氣在直井當中進行的時候 就會有更多的銅對話 因為每一層的隔板有更多的銅 跟酒蒸氣彼此對話 所以如果它用直井式蒸餾器 所蒸餾出來的圓酒呢 就特別的乾淨清爽 更多的熱帶水果香氣 並且直井式蒸餾器 那17層隔板 也會讓蒸餾出來的酒液呢 酒精度比較高 他們在最上層的地方呢 還加裝了一個 cooling ring 冷卻環 這個冷卻環呢 當它打開的時候 就會造就在上層的部分呢 冷卻酒蒸氣 讓一些比較重的氣味呢 往下回流 換言之 他們就可以收集到一些 最輕盈 最細緻跟優雅的氣味 除此之外啊 這個直井式蒸餾器 太有意思了 它還分成兩種不同 取酒精的方式 我們剛說了 那17層隔板 會讓酒精度拉到 超過90度 他們在取酒精的時候 一種呢 叫做高度酒精 另外一種叫做 低度酒精的酒精取法 高度酒精的取法呢 它會取酒精 從90度的酒精度 取到80度的酒精度 他們的低度酒精呢 取的是從90度 一路取到60度 換言之 它的酒精的酒精濃度 就比較低 叫Low strength 這中間會有什麼樣的差異性呢 High strength 這種高度酒精呢 它的氣味有比較多的水蜜桃 還有梨子 像水梨一般的香氣 而低度酒精呢 取出來的比較多的 像是蘋果啦 或像檸檬的香氣 太有意思了 它的可變化的取酒精呢 造就了它可以取出兩種基本風味不同的New Mac 這就是羅曼德湖獨一無二的直錦式蒸餘器厲害的地方 我們這次與知名的插畫家南軍合作了四款羅曼德湖的威士忌的單桶圓酒啊 我們在平飲的過程當中 我們把所有的氣味告訴插畫家 而他就把這個酒的每一個重點的特色 全部都花進酒標裡面 裡面有很多的小tips 你可以慢慢去找 今天這四支酒呢 跟我們剛剛說的蒸餘有什麼樣的關係 前面兩支酒呢 是inchmo 就是以重泥煤為主的 這兩支使用的是羅曼德湖的直錦式蒸餘器 取的酒精是90度到80度酒精度的high strength 就是高度酒精的酒精 以及他們使用重泥煤的麥芽 這個很多人聽到重泥煤想到是 哎呀會不會像是那個阿伯不是的 它是屬於高地泥煤 有更多的是煙燻味而不是消毒水味 所以我常常在這種高地泥煤炭裡面 聞到是一種像鴨嗓啦 熏肉啦 或是夠火一般的氣味 而不是蒸入丸啊 消毒水的氣味 很有意思 它雖然是重度泥煤 可是因為high strength 大家知道泥煤炭味啊 其實是比較重的 所以它在取高度酒精的時候 其實已經過濾掉了很多人們覺得 哎呀很刺激的那種重度的泥煤炭味 反而留下那樣是優雅的煙燻味 像這樣的氣味啊 其實在其他蘇格蘭威士忌酒場是非常難得一見的 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三支酒 足球明星 因為他用首次裝填的馬德拉筒來做風味筒 大家知道希羅是馬德拉島人嗎 是的我們就把馬德拉島最重名的幸運象徵 公雞以及希羅融合在一起 標示呢 它是用馬德拉酒筒來做風味筒 first fill首次裝填 而它一樣是用直錦式蒸餾器 然後一樣是high strength高度酒星 不過它用的是沒有泥煤炭味的麥芽 接下來第四支時間魔術師 這支酒呢 就是其他酒的標準對照主 因為這支酒用的是傳統的 俄錦式的胡適蒸餾器 就跟其他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場用的 pop steel是一樣的 它沒有做泥煤炭的麥芽 放在傳統的 American oak barrel 波本筒當中熟成 這樣的傳統的胡適蒸餾器 所製作出來的氣味 會跟這種所謂的直錦式的 有什麼樣的差別呢 像這樣的氣味呢 會比較厚實 會比較多的香料味 甚至它會帶一些些許的 青草調的氣味 它記錄更多的是時間的成年 還有你一定要喝喝看這一支 不透過特殊的蒸餾器 不透過取特殊的酒星 不用種泥煤的麥芽 不用特殊橡木桶的後手 純粹直球對決 我們來喝喝看 第一支酒呢 這個酒標化的是 森林晚餐 這個顏色呢很淡雅的金黃色 滿滿的小白花的香氣 因為它有泥梅味 在泥梅味在這支酒裡面 變成了一種來自於土地的峻菇味 還有很清楚的檸檬香跟薄荷香 入口如蜂蜜般的香甜 像熟到出汁的水蜜桃的氣味 真的是美好的饗宴 第二支森林酒吧 有一支鹿 在那邊咬酒呢 來 我們看這支酒是什麼樣的風味 我們看顏色 它的顏色是很明亮的琥珀色 它整個氣味呢 就像是熬煮那個柳橙焦糖的氣味 還有那種淡淡的煙燻 像炭火一樣的氣味 還有在那種煙燻烏梅 還有那種醃製梨子上面 灑上蜂蜜的氣味 在嘴裡炸開 好像是在嘴裡放煙火的感覺 這兩支的製成相仿 可是氣味卻截然不同 兩個有完全不同的美麗 接下來我們來試第三支足球明星 酒色就非常特別了 它那個像橘金色 好像是粉紅香檳的顏色 你就知道它是用葡萄酒桶說 厚熟的 聞起來就是那種糖漬櫻桃的氣味 還有那種奶油爆米花 我喜歡這個味道 覺得它很甜美 但是它的色感 卻讓你覺得有肌肉感 接下來我們試第四支時間魔術師 像這支的顏色 就是比較深的金色 聞起來它沒有前面那種 輕盈而優雅的熱帶水果味道 比較沉 聞起來就是那種帶點奶味 油脂比較豐厚 那種強勁 那種綿延不移的氣味 很飽滿很厚實的感覺 如果前面的 有些是像開的花 有些是很多的糖漬水果 或者是煮熟的水果味道 而第四支的酒 它就像是一片開闊的風景 然後有山有水 巨石臨巡 就是那種強烈的 甚至帶有那種礦物的質感 快過年了 農曆年的時候 我就會拿這樣的高酒精度的酒 來燒烏魚子 搭配威士忌真是一絕 一邊可以吃的烏魚子 甚至拿著這些酒 幫自己好好做功課 威士忌的豐富性 絕對不僅止於使用了什麼樣的橡木桶 來自於什麼樣的酒廠 這羅曼德湖一家酒廠 就可以做出這麼多風格 這麼多特殊的氣味 其實真的值得我們好好玩味一下呢